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奇怪 雍正在九子夺敌的过程中 虽然对于乌司道的话言听计从 但乌司道作为前朝最臣 雍正真的对他抱有绝对的信任吗 小剧觉得并没有 在雍正被康熙给撤职后 拿出的那箱珠宝送给乌司道养老 其实就是对他最大的一个考验 吴先生 虽说你有防渡之才 无奈印针 却无李世民之命啊 委屈你了 这点东西不成敬意 送给你 安度后半生吧 乌司道作为剧中唯一一位 开启上帝视角的人 他自然明白雍正这番言不由衷的话 只是对自己的一番考验而已 其真正目的就是想告诉自己 他想要做李世民 就算康熙没有传位给他 他也要用其他手段夺取庙堂第一人的位置 至于这箱珠宝只是考验他 是否会对他继续效忠而已 假如乌司道稍微有点退缩 作为知晓雍正诸多隐秘的谋士 雍正肯定不会给他活络 所以乌司道不仅拒绝了雍正的好意 还大笑雍正不懂得康熙的帝王心术 您真的该好好参想一下皇上的帝王心术 皇上这是在预备后事 凡触弱的都是能源干力 辅错了人 新主登吉难免大开杀戒 辅对了人 又容易事功交主 难以驾驭 所以现在统统将他们尖压保护了 新主登吉一直设书 他们就成了新皇帝得用的臣子 最后还从宋死英事件康熙的态度 为雍正分析了当前的夺嫡形势 皇上心里末定的继位人 究竟是谁 如果末定了八爷或者十四爷 除了宋死英的事 岂有不查之理 但皇上没有查 正是因为不查 就可以足证皇上心中莫定的人选 不是八爷也不是十四爷 只要能稳住局面 这个继位人 就非王爷您莫属啊 其实从当时的局势来看 乌思道说的并没有错 雍正虽然被康熙给罢出了职务 但他的实力依然不容小觑 从兵马上来说 巩卫京师的九门兵马 丰台大营以及西山瑞剑营的诸多将军 大都是出自于老十三印祥 或者老十四印祷的手下 康熙五十六年西北罗布藏丹增叛乱 覆灭了大清传尔丹的六万兵马 还妄图攻占西北作为踏板 与大清分庭抗礼当西北王 于是康熙从皇子中选出了 有军事才能的印祷 让其代替自己领兵十万出征 赐予了他天子一仗 将其封为了大将军王 虽然看似风光 实际上印祷却因此远离京畿 更何况当年雍正听从了乌思道的建议 暗中和老十四印祷达成了协议 他举荐老十四印祷为大将军王 老十四作为回报 举荐年庚瑶担任了 负责转运西北粮草的陕甘总部 此时的康熙的身体已经日落西山 一旦有个风吹草动 老十四不仅无法快速赶到京长 控制巩卫京师的数万兵马 就连西北的十万大军也要受到雍正钳制 根本无法发挥什么作用 而作为雍正好兄弟的老十三印祷 虽然因为废太子反叛一事 被康熙给关进了宗人府 却一直都在京城之内 也算是雍正的一个暗手 一个真正的晴天保驾之臣 眼下只有一个人能晴天保驾 十三爷多年带兵 现在的丰台大营 西山瑞剑营和部军统领衙门 有一半的军官 是十三爷使出来的 十三爷不出狱 就算传位给您 您也坐不住 十三爷 一旦出了牢狱 就算传位给别的阿哥 您只要出其不意 先发陈 局面翻转 也未可知啊 老八印祀虽然收买了九门提督龙科多 以及封开大营的提督成文运 但在老十三的面前依然不够看 所以从兵马的层面来说 雍正虽然看似是以孤臣自居 却因为老十三印祥的原因 实际上已经占据了先机 若从势力上来看 老八印祀在朝中运筹帷多年 收买了朝中六部的许多大臣 组建了势力庞大的八王集团 在朝中盘根错节 与雍正的孤臣处境形成了鲜明对比 然而当年太子应援二度被废除之后 东宫之位空悬了十数年 德飞乌雅是也因为两个儿子的原因 由之前的贵妃被康熙封为了皇贵妃 在那个没有皇后的后宫 几乎可以代替皇后管理六宫 作为德飞儿子的雍正和老十四印体 身份自然也是水长船高 几乎可以算作康熙的嫡子 所以在太子应援被废除之后 每年的忌天大典几乎都是由雍正 代替雍正去完成的 为了能让雍正便宜行事 康熙还赐予了他一颗官方印象 几乎等同于代表皇帝的金牌令箭 关键时刻他的话可以代表圣旨 这些都是雍正敢效仿李世民的底气所在 乌思道自然不相信手握棋牌的雍正 会因为被撤职这件事情 放弃追逐多年的皇位 之所以雍正会拿出珠宝 只不过是想让自己在这个夺敌关键时刻表态 为自己的皇位出上一份力而已 当然除了这些原因之外 乌思道也早已看出 康熙末年的大清避正缠身 早就是一艘行将倾覆的破船 继位者需要有雷霆手段 去改革康熙年间的避正 刷新立志充实国库 让大清重新焕发生机与活力 这也是康熙选择继位者的标准 而在康熙的诸多皇子中 也只有以孤臣自居的雍正 做到了虽千万人无往矣 为了设计敢于去得罪权贵 这个皇位终究会是他的 乌思道只不过是顺势而为 实现自己的个人价值吧